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NBA季后赛第一轮第一战的比赛全部结束了 在西区,除了胡人输给太阳之外 其他几组对阵都以下课上告终 而在东区,老鹰则是唯一一支实现下课上的球队 而且还是通过惊心动魄的0.9秒绝杀 成功让尼克斯铁粉大导演斯派克里 在心情上坐了一次过山车 而主导这场表演的就是老鹰队当家空位特雷扬 这个身材瘦小的球员在高中时就是逆天的进攻杀气 进入NBA后,每年都在成长,却一直都被质疑 尤其是防守能力和投篮选择 但今天这个三年级球员在尼克斯全场观众的慢骂之下 顶着压力带队取胜 这样的表现也让很多兄弟私信问我 裸高只有183公分的特雷扬,为什么可以这么牛逼 今天我就来讲讲特雷扬的成长故事 特雷扬1998年出生在德州的一个六口之家 人们也叫他崔扬,他是家中的长子 在崔扬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德州理工大学打球 四年的大学生涯,场局可以拿到14.1分,3.8助攻 可惜因为身高仅有不到180公分 毕业后未能进入NBA打球,而是转战欧洲打职业 年仅三四岁的崔扬也就跟着父亲辗转于欧洲各国之间 直到9岁那年才安家在德克拉荷马州 从特雷扬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决定把他培养成未来的NBA球员 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医院 因为受限于家族基因,崔扬的父亲明白 儿子不会长得很高 所以运球和投篮就成了最先打磨的技能 到了崔扬7岁那年,他开始意识到 投篮就是他的激情全部所在 尤其是投中三分球后,会让他极其兴奋 崔扬的父亲也为他制定了非常缜密的训练计划 每天上学前和下学后 崔扬都要命中50级罚球,50级三分球 和50级NBA远渡的三分球 在特雷扬10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打遍当地无敌手了 父亲周末就会带着他坐几个小时的飞机 去其他州找更高强度的比赛 在家里时,他们也会专门研究欧文的运球动作 和库里的投篮选择 除此之外,扬的父亲从2009年就开始 每年购买雷霆队的计票,带着儿子现场看NBA球星打球 甚至会找门落去更衣室 让少年吹扬和球星们互动 对于儿子的培养,可谓呕心力学 特雷扬高中时为诺曼北中学的校队打球 高20已经可以砍下场均25分,5助攻4篮板 并率队拿到了分区冠军 他还荣赢了周年度最佳高二升 到了高三赛季,他将自己的表现提升到了 34.2分,4.6篮板,4.6助攻,帮助球队赛季取得28胜4负的战绩 不仅拿到分区冠军,还在6A级别周锦标赛的比赛中杀入决赛 虽然此时,吹扬的身高仅有5尺10寸,178公分 但在球场上的突破和投篮都高过同届球员好几个档次 一场比赛中,对手教练甚至换了6名球员 轮番释放吹扬,全都无功而返 此时,多家体育媒体都为吹扬挂上了五星的评级 到了吹扬的高四赛季,他已经开启了逆天模式 场均可以砍下恐怖的42.5分,5.8篮板,4.1助攻 命中率高达48.9% 他甚至在一场比赛中仅用三节多一点的时间 就砍下了62分,名震全美 此时库里已经在NBA掀起了小球旋风 并用匪夷所思的三分球,每场轻松打花对手 而吹扬这个高四球员也可以像库里一样 运球后,命中超远三分球,并且出手极快 很多人也为他冠上了小库里的称号 高中毕业时,崔扬手握近30家B1级别强校的邀请 但他选择了离家最近的俄克拉荷马大学 上了大学之后,崔扬手秀就交出了15分 10助攻6篮板的答卷 但此时却有质疑的声音出现 说他在防守端形同虚设 进攻和防守的作用相互抵消 受到质疑后的特雷扬很快就在几天后的比赛中回应 砍下了43分7助攻并率队取胜 打脸了质疑者 整个大一生涯,特雷扬场均可以拿到27.4分 8.7助攻,3.9篮板 命中率为42.2%,三分球命中率为36% 作为一个大一菜鸟 他在赛季得分,赛季助攻,场均得分 场均助攻上都名列全美第一 而848分的总得分也打破了此前由杜兰特保持的大十二联盟新生得分记录 一个赛季的爆炸表现让他的选秀行情从第一轮末飞跃到同届前三 大一赛季结束后,特雷扬也宣布参加当年的NBA选秀 选秀网站为他的投篮速度、领导力、极战力、潜力和传球多达9分 控球为8分,防守和韧性为6分 而模板则是NBA超级巨星库里 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非常清楚了 特雷扬在2018年选球大会上 第五顺位被独行侠选中 随后交易到亚特兰的老鹰队 在老鹰队的第一个赛季就可以场均拿到19.1分、8.1助攻 虽然有时候投篮选择不佳 很多人说他打球很多,而且没有防守 但经过一个赛季的无限开火 技术和球场经验已经得到提升 到了第二个赛季,场均可以轰下近30分、9.3助攻 并当选全明星首发 俨然极深联盟一线空位的行列 本赛季再接再厉 率领老鹰队时隔三年杀入季后赛 并在今天首战告解 特雷扬裸高只有183公分 臂展也不出众 他之所以可以成功 与他父亲的从小培养离不开关系 不仅在球技上精心打磨 更在大局观和性格养成上花了很多功夫 在签约NBA之后 他还专门捐款400万给高中所在的城市 以回馈社区对自己的培养 虽然今天老鹰显身尼克斯 但这两支年轻的球队实力在伙众之间 接下来的比赛一定也非常精彩激烈 期待他们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